鬼灭之刃无线列车片从决定剧场版制作以来,就一直备受关注 那么为何鬼灭之刃,如此优秀的一部作品,并没有像其他作品一样 选择再创一个故事作为剧场版,而是直接使用了主线剧情呢? 同时,为何要选择无线列车片作为剧场版制作呢? 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说一说,无线列车片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剧场版简单比较来说就是动画电影,不过和一般的动画电影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剧场版这一类的动画电影,都是根据主流的动画故事,另外单独制作的电影 也就是说,它是有着动画基础的,剧场版只是对这个动画的补充,或者是分析故事 比如说活影忍者的剧场版,很多是和主线的活影动画剧情没什么关系的,是单独的故事 这一类剧场版一般来说故事更加紧凑,方面和制作更加优秀 一般来说把主线剧情作为剧场版的情况还是不多的 剧场版一般有两种制作的方式 第一种,很多优秀的动画都是,另外创作一个新的故事,来作为剧场版 第二种,就是像Ava这种从头到尾的连关性的剧场版故事 像《鬼灭之刃》动画放到第一季节之后 直接把后面的一个重要章节,作为剧场版的情况确实比较少 因为这样会导致,没看过前面动画的观影者相当不好的观影感受 很多方面可能都会比较会自难走,毕竟他们没有前面的故事积累 但是《鬼灭之刃》就是这么做了,可见其好后 那么为何《鬼灭之刃》在第一季动画结束之后,就宣告了剧场版的制作 那是因为太有笔记的 《鬼灭之刃》最初的动画播出的时候,其实人气还不是很高 最开始的套路也比较平常 但是制作确实是相当的好,飞碟社确实给力 然后随着故事的推荐,慢慢的观看元素增加 尤其是第十九集一出,一下子就爆了 我到现在都还忘不了,看之狼最后绝地反击的火神神月 和你豆子的邪鬼术暴写 在配上动人的插曲,绝对冲击你的感官 而且燃爆的同时,还带给了我们无限的感动 一下子,鬼灭就火了,火得一塌糊涂 正是在动画和漫画,都达到了恐怖的生智底空 和积累了无数的人气之后 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片剧场版制作决定推出了 这一部棋确实下得好 那么为何偏偏选择了无限列车片这个主线剧情来制作剧场版呢 其实还是有了很多考量的 鬼灭之刃的设定其实很简单 就是鬼杀对对抗恶鬼的故事 主角看智老女是全家被杀 妹妹变成了鬼,然后开启了杀鬼 和寻找让妹妹变回人的故事 而且,鬼灭故事中的很多篇章 都有相当独立和完整的故事形式 为何选择无限列车片呢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篇章开启了新的轿早 前面对它的影响还不是很大 较容易让不了解 前面故事的人也能够理解和体会到这个篇章的内容 而且它的长度确实非常适合制作剧场版 制作创片太短,八街大战又太长 无限列车片确实刚刚好 无限列车片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 那就是下嫌之一的出现和死亡 下一个死亡代表了 下嫌遛鬼的全面覆灭 无惨自己战掉了死者 也标志了相对较弱的鬼成为了过去 真正强大的鬼开始左向舞台 这是一个交接的开启 同时 下一个梦境也是相当有意思的解轨术 在这个解轨术当中 可以讲出的故事非常多 同时也给有了主角看很多方面的变化 看之狼正视了现实 接受了残酷的真相 可以说对于看之狼来说 这个梦境是他内心成长的一个终于的引导点 但一刚死 上嫌鬼立马就出现 而且依然就是上嫌之三一窝座 这是第一次上嫌鬼走到台前 也是第一次向我们展现了 上嫌鬼无与人比的强大实力 同时 也给我们留下了相当多感受的鬼 最开始的一窝座并没有太多故事展露 也只是在和严重的对战中 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说法罢了 一看就知道你这么强 是住吧 你的斗志九十学院 接近至高领域 死 你会死啊 献瘦狼 才变成鬼 快说你会变成鬼 你是被选中的强者啊 很多简单的话语 这让其尊重强者认可强者的一面表达无异 一个为战而存在的鬼 然而出 直到最后 上三的故事讲出 我们才发现 他原来有着那么多悲伤 有着那么多痛苦 原来他也是一个和严重一样的人 上嫌之三一窝座一大亮点 也是这个剧场版绝对吸引人的地方 毫无疑问 大哥严重猎狱性瘦了 绝对是无限列车片最大的看点 我相信很多人之所以 那么期待这个剧场版 绝大部分人都是跟着严柱去的 无限列车片是严柱的开始 也是他的最终 同时也是他的巅峰 无论是对抗下意识的一个人 独自守护 解车厢 还是在和上三对战时候 高喊的我会履行我的职责 不会让在场的任何人死掉 都已经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经典 严柱开朗获达 为他人着想 心中只有坚守的人和 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可以说 等多漫画党 是从严柱这里 开始深深地爱上这副作品的 严柱把自己的精神 传承给看智郎的画面 还是严柱对着自己母亲 开怀大笑的画面 每每想起我都止不住 心中的感受和眼泪的徘徊 无论多少次 看智郎 武器善意 一之柱也实在目睹了 严柱练狱信手狼 为上弦之三 一窝作罪战后 才真正地了解了 这个世界的残酷 也明白了自己的弱小 也正是 这一次之后 看智郎才开始不断地 追赶顶尖强者的步伐 也正是 这一次之后 一之柱才开始真正地明白了 保护他人的重要和尖上的重担 也正是 这一次之后 善意对于鬼杀对对抗的鬼 才没有那么惧怕 才一次又一次走在对抗的前面 可以说 严柱通过这一次 把自己的一切 都传承了下去 你们要继续成长下去 而后就要由你们成为 支持鬼杀对的柱 我相信 我相信你们 可以看出 无限列车片确实有着 太过强大的地方了 它挟着前面积累的 混混大致而来 再加上资宣强大 而且过硬的实力 所以也成为了一部经典 让鬼灭之刃火上加火 不仅刷新了多项票房记录 更是一度成为日本经济之处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讯息 请留言在下方告诉我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赞关注我 那你们